这次特奥比赛分布的赛场还真不少 我们派出多个采访团队是到各个赛场 不过当然我们在现场采访 也可以看到一些不为人知 特别是比赛背后的故事 在我们现场是记者王雨晨 雨晨刚才看到比赛画面 有些像是篮球比赛全是男选手 但是稍加注意看到也有女选手上场比赛 这次特奥比赛的划分 是不是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竞赛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因为特奥运动会的比赛 跟我们平常知道奥运会不太一样 尤其是他们的分组不同 分组不是按你水平 而可能是按能力 而能力划分可能有不同的标准 比如说像投篮的 又以篮球来为例子 就是像你投篮的技巧 还有你运动的协调能力 以及听教练的口令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有女子运动员 为什么会参加的男子比赛 这是在报名之前 你这个女选手是可以参加 这个一般男子组的比赛 那反过来男子不可以参加 女子运动员的比赛 那如果他报名的时候 如果这位女选手是选择了参加男子队 那他之后就要一直在这个男子队当中 进行比赛了 那像这一次的 他们这个特殊奥运 它其实有这样不同的分组 非常的特别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 是不是会产生比较多的奖牌呢 没错 通常意义上来讲 我们可能认为啊 这个某一项目的比赛金牌应该只有一枚 但是像这个篮球上呢 它不同分组 每一组就有一枚金牌 所以可能比大家意想象中的一个金牌 要多很多 那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台北队的比赛呢 实际上它是 这一组别当中呢 是按照他们之前的预赛来看 他们的能力是差不多接近的 那之后呢 也有看到大家现在的画面上看到 这个是澳大利亚和亚美加的比赛 那他们呢 因为这个人高马大呀 这个身材还有各方面的技能 你看起来好像跟正常的运动员 比赛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所以他们的组别就又不同 那这个组别里边呢 公认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 现在这个情况是 这场比赛 他们获胜就是金牌选手了 特别看到这一组画面上的比赛 可以说实力相当坚强啊 有这个半职业赛的一些水准啊 是的 那在采访上 这一次的采访安排上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安排 那像这一次呢 组委会因为要接待来自 超过165个国家和地区的 这个代表团 甚至说各国的记者 也有随团来参访 所以呢 为了保持这个赛场上的这个秩序 而且呢 我们也知道说特奥选手啊 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场外情绪的干扰 所以呢 组委会特意就是针对这个比赛当中呢 会安排很多的记者证 或者说是这个 特意给这个采访员 给一些专门的夹克 那以好辨认谁能有权利 去进入赛场比赛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雨晨这一个夹克非常特别 这一次等于说是 必须要经过多重的认证 让这个选手 或是这个采访工作人员 都能够顺利让这个比赛能够进行 正在这边的不够顺利让这个比赛能够进行